2017年由赵丽颖、林更新、李钦等人主演的《楚桥传》 收官已经有将近五年的时间了 面对昔日主演缺席的现状 该剧最终还是选择了采用新人开启第二部 《楚桥传2》启动五大主演公布 网友也就女主像那么回事 根据日前曝出的有关《楚桥传》第二部的相关消息可以看出 该剧大致将会在今年夏季启动拍摄 并且还曝出了《楚桥》、宇文月、袁淳、燕巡 萧策五位主演的相关饰演者 刘秋实、鲍天琪、季晨 分别饰演、燕巡、袁淳、萧策 对于以上三位演员 大家可能并不是很熟悉 不过如果看到他们的剧照 也不会觉得陌生 这也是他们几位的现状 不出名 但也混了个脸熟 刘秋实2015年进入演艺圈 凭借一部神鹰反恐特战队 首次出现在观众视线 随后相继出演《花千古》、《扶摇》、 《九州飘渺路》等多部大剧 虽然剧作很经典 不过他自身饰演的却都是小角色 2019年 刘秋实领衔主演青春奋斗传奇电影 《当我们海阔天空》 自此积累一定人气 之后又出演了《全职高手》、《落花时节》等几部大剧 《暴天琪》、2010年 凭借一部《红楼梦》进入演艺圈 随后出演《花飞花、雾飞雾》、《双生花》、《花千古》、《醉玲珑》、 《稀有琉璃娃》等诸多作品 也算是小有人气了 继承的出道时间比较早 他在2002年便进入了演艺圈 算是这五位主演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了 因此出演的剧作也比较多 继承自从出道之后 先后出演了《心聊摘志意》、《女热不坏》、《虎福传奇》、《神雕侠侣》 《拐个皇帝回现代》、《醉玲珑》、《沙海》、《清平乐》、《燕云台》等诸多作品 人气积累也是相当厚实 虽然以上三位演员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 但是对于他们出演《楚小专二》的相关角色 网友们还是表示并不支持 好帅、陈欣宇出演《男女主》 好帅与陈欣宇算是最近几年新兴起的两位人气小演员了 好帅2012年凭借一部《情仇姐妹》进入演艺圈 随后出演《演不住的阳光》、《智取微虎山》、《最后的战士》、《大会师》等作品 但是并未得到多大的人气发展 直到《择天际》、《叶天子》、《全职高手》、《千古绝尘》等几部大剧陆续播出 好帅才算积累了演艺生涯中的第一份人气 陈欣宇算是以上五位演员中人气最高的一位了 他自2014年进入演艺圈之后 虽然仅仅几年时间 但是已经得到了有些演员十几年都得不到的发展 这都要归功于他背后影视剧资源的丰富 陈欣宇自出道之后 单就高人气的大剧就出演了不知道有多少部了 比如《何以生肖默》、《幻城》、《泡沫之下》、《美味奇缘》、《白发》、《以天图龙记》、《民国奇叹》、《一剑清心》等 陈欣宇无论是颜值、演技、流量等各个方面都相当不错 因此不少网友调侃 《楚桥传2》这五大新主演 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像样的来 可能也就是女主人选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楚桥传2》还没信 却迎来赵丽颖新作 搭档张义、王俊凯 《楚桥传》是赵丽颖和林更新合作的古装剧 在大结局的时候 楚桥和宇文月并没有开启幸福的生活 宇文月更是沉入了湖底 至今没有被捞上来 明明从第一部结束之后 网上一直传言会有《楚桥传2》 可几年过去了还没有信 哪怕是剧组招演员的消息都没有 让不少人都失望至极 就在大家慢慢对赵丽颖的作品失去信心 转而开始喜欢其他女艺人的时候 却迎来了赵丽颖的新作 名字是《翻译官》 这是一部关于翻译和谈判相结合的电影 主要讲述的是老金和翻译学院的学生们 从海外实习回国遭遇绑架 与绑匪进行沟通谈判的故事 看似故事情节很老套 其实因为有赵丽颖让她变得很独特 赵丽颖的职业的生涯中 演过特种题材的作品 古装剧、现代剧、偶像剧等都能适应 所以她出演这种题材的影片 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何况导演还让她搭档张艺、王俊凯 齐希等优秀的演员 更让她变得自信和有能量了 王俊凯可能比较年轻 演技磨练也不是特别的多 和张艺不同 她可是影视圈的老戏骨了 张艺拍摄的《重生》、《光荣时代》、《国家行动》等 把角色演绎得特别到位 每个眼神都是戏 与同样是演技派的赵丽颖在一块合作 俩人肯定会摩擦出特别的火花 再加上王俊凯的热度 翻译官这部作品是上线了之后 根本不用担心收视率和口碑的问题了 网友们看到了之后更是信心满满 还渴望能立刻看到她上线 接下来说 楚桥传七个笑容最特别的人 烟熏的最经典 第七最恐怖 《楚桥传》中要说谁的笑容最好看 自然是烟熏了 还有最恐怖的就是宇文席这个大魔头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剧中 笑容比较有特点的几个人 七 宇文席 宇文席的笑容可以用恐怖来形容了 宇文席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虐杀无辜少女 宇文席虐杀少女的时候 可能是她最兴奋的时候 所以宇文席残害婢女的时候 乐得哈哈大笑 全剧最该死的就是宇文席这个恶魔了 就连宇文怀都想杀了她 看来做人有多失败 六 肖册 肖册是傲娇的大良太子 出场一袭大红袍 嘴角挂着邪魅的笑容 甚至还被网友戏称为地主家的傻儿子 肖册表面上装疯卖傻 实则是在保护自己 隐藏实力 肖册虽然是一个表面上非常游手好闲 虽贵为太子 却不爱权力 她的理想是先依怒骂 自由自在 所以在和楚桥长安离别的时候 希望楚桥可以走出命运的牢笼 五 袁淳 贤妻的袁淳天真无邪 回眸一笑 不知会迷倒多少青年才俊 可是袁淳却独爱她的燕巡哥哥 所以当袁淳见到燕巡的时候 都会露出傻白甜的笑容 袁淳最喜欢在自己生气的时候 燕巡讲笑话给她听 并且袁淳任性的时候 别人是不可能把袁淳哄哄开心的 只有燕巡出马 袁淳才会开心地笑 四 楚桥 楚桥是个爱恨分明的女孩 前妻的楚桥笑容还是蛮多的 特别是在燕巡面前 可以肆无忌惮地笑 楚桥在宇文月身边的时候 虽然也回展露她的笑容 可是却和燕巡在一起的不一样 楚桥在宇文月面前的笑容 才是恋爱中女孩子的笑容 特别是两人在一起斗嘴的时候 楚桥有时会露出调皮的笑容 可是当楚桥真正回到燕北后 笑容就不再出现了 三 宇文月 宇文月是公认的傲娇男 宇文月素有冷公子之称 为人是相当冷淡的 可是自从遇到楚桥后 宇文月的脸上渐渐地有了变化 就是会偷偷地微笑 宇文月作为楚桥的半个师傅 当楚桥表现得很出色的时候 宇文月就会偷偷地咧嘴笑 当燕巡邀邀楚桥一起去燕北 不自觉地试探楚桥 当知道楚桥不会跟随燕巡离开去燕北的时候 宇文月的嘴角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秘知微笑 二 宇文怀 宇文怀是楚桥传里的头号反派 人猎场上 他的狡诈与狠力 让人不寒而栗 楚桥和卷毛头最后活了下来 宇文怀却又提议 用剑射死楚桥 总之一句话 狼不咬死你 剑也得射死你 卑劣的表情下是一颗扭曲的心灵 就连宇文怀的笑容也是扭曲的 从没见过宇文怀善意的笑容 他的笑容总是充满了邪恶 特别是在九幽台上 让人恨得牙痒痒 一 燕巡 燕巡世子的时候笑容非常自然 非常迷人 给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一下想到燕巡 肯定最先想到他的笑容 绅士般迷人的微笑 骑马洒脱的笑 半珠吃虎的笑充满了孩子气 刻意隐藏实力 恶作剧后的笑容 羞涩的笑 安慰楚桥时的笑容 成熟温柔的笑 这些都属于燕巡的